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好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不是只希望和大家一起 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为某人或者某事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那从此就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或者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可以作出些什么 令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呢 那我们今晚也都好似过往一样 那又黄岸然啦 李永康啦 还有George Ho 那一起呢 就和我们看一下 就是香港的房屋的问题 那其实香港房屋问题呢 是在多方面的 这么多年来都有的 楼价的升升起起 都可以说呢 都是即是 历史上都是不断地出现的了 那最近呢 有听闻就说 好像发现楼宇的那个 供应量好像越来越少 那其中看报纸里面的报导啦 那这是政府的公布的数字 他说在07年呢 那个私人楼宇的那个一手下供应量呢 是创了10年的新低 那其中呢 施工量呢 只是1.29万伙 那而去年累积的落成的住宅呢 都1.05万伙 那它分别是10年 同同36年以来的新低的 那一手的货 那个单位的数字呢 也都大降47% 至到1万伙 那也是近年的新低 那同时就是这个的 就是房屋的楼宇的 的数量减低之外 那也都知道呢 现在的房屋的楼市呢 也都是 房屋也都越来越贵的 那当然了 那令到香港政府也都 或者香港有几位议员都会担心了 那会不会呢 就是香港人 有很多人呢 根本是 没有地方住呢 或者住不起呢 那样 好了 那 其实我这个问题以前都谈过一下 我以前在四十三学会啊 宣派文他们 都有大家来谈一下的 那我记忆中呢 他们都都认为呢 就是政府最好不要做房地产啦 那就需要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宁愿借款 或者撥款 给他们 给需要的人士 那在个私人市场呢 去购买 那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提议过 我知道他们那个 就是想法都是这样的 那但我也都知道了 那就是政府 在那个房屋的方面的 那个供应的目的是 希望有人住到屋啦 那但是呢 始终在私人楼宇呢 他们都是 主要的目的都是 由房地产赚大钱的嘛 那你说 那政府又给他钱他 那去那个私人房地产 去企图去买楼 那可能买回来的楼呢 可能那个价钱 也都可能会很贵 那所以这个问题 始终是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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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延的 积累的问题 作为一个香港人呢 有时候我都觉得呢 就是 就是 香港人都挺陰功的 就是香港人的收入 是 全世界来说可以说 相当之高的 但是呢 香港人那个 居住环境呢 真的 我相信 就是以我们这样的 经济的能力 是真是全世界最差的 那我相信 George Cho 是在 温哥华 在加拿大 然后住了这么多年 那我自己是看 多人多住了成百年 那 就是有时 看回来 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香港人 要在 这样的居住环境之下 来到 过日子 就是 你有时都会 都会想一下 值不值得 这样的流暖下去呢 大家知道 这方面 香港的 有娃姐头 始终还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因为现在一半人住在公屋 最多都是一半人有自治民业 一半一半 始终都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那 比如施司会说 不理 其实这个太简单 你说不理 你怎么都不理 是吧 那些人都住在街上 你可不可以不理 政府 没有很多不理 以前就是 以前我做房屋处的时候 八二八三年 做过一次 整个香港 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寮屋 五十几万 我想现在已经少了很多 但是 你可想而知 那时候 八年代初 要等住 上公屋 是 十年 平均 平均 平均十年 基本上 由申请开始到 你上得 很多已经发贷 根本不需要再次公屋 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那时候又是好呢 香港的地价 就是因为这样 谷起了 你到97年 是最疯狂 现在说十年前 那些人用了八成多的公楼 去买楼 从来香港的楼 都不是自由市场搞出来 那些公楼不是自由市场搞出来 从来都不是 政府是有意 就是殖民地时代 是有意谷起楼价 那 回归之后 董建华是 就是 很好心的 突然想到 人人都有楼 希望八成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住屋 那 其实这个不是很过分的 这个是新加坡的 是的 新加坡那些组屋 大多数人都是住在组屋 那 然后可以是买了它 自己 就是成为自己的物业 那 董家本来的想法不差 不过整个过程就是搞不好 八成人的过程 那 现在到03年 他叫做刹车 跟着交给曾荫权 就很明显05年开始 有意识地 谷起楼价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 就是不起楼价 2万5 但是到05年呢 就是 1万5 0 06年 1万3 即是新的楼月买卖 即是没有新楼 建楼 一手楼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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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楼不算 因为我们想二手楼就是换楼 就是换楼 就是换楼 意思就是 你可能我那层换去另一层 就是 鑽手多不等于什么 二手楼 但是新走进市场里的新楼 一手楼 其实已经按到06年只有6万 即是1万3 到07年呢 轻轻升弯 现在说的是2万 所以我们有些新闻 就是一个月前 刚刚刚这个月 我们讲了其他议题 那时候看到他说 什么新低 刚才医生你读过 由十年来新低 二十年 其实是不太准 这个意思 不太准 因为这个是欧月署的统计数字 这个是很准的 这个就是 明显呢 其实是 不是最低 是高一点点 但是都是说 一万多两万的 这几年 相对在董建华时代 02年 02年是四万九 即是新楼宇的楼买卖 一手楼买卖 多于现在 多了整倍多 是啦 是啦 你想想吧 四万九 那他那时候都觉得是 有问题 03年都有四万五 新楼买卖 04年都有二万五 03年 是03年尾的孙九招 02年尾孙九招 那不是即刻 那他已经是有意识减的 孙九招 包括他不再建居屋 不建居屋 因为那时候的楼价下跌 等别人买私有 他认为居屋没用 那现在近来呢 近来有很多问题 其实 隐忧很大 楼价是升了 但是呢 普通人是买不到楼 是吧 这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机会买楼 二来呢 就是房委会 没有钱 因为没有居屋 所以没有钱 所以他有压力 要解决财政问题 中间解决财政问题 中间解决财政问题 卖了领媒 那里 cash了几百亿 但是你很快用完的 他很快用完的 是 因为建屋很高 是 他是足够支持他 每年建两三万个单位的公屋 是吧 那现在政府还能保证到三年多 你申请公屋就可以了 是 那这个我看无论如何是得证 你不应该再改变 是 就是你说他人贵 没有机会买楼 或结婚 是 要住屋 其实不是买楼 你给他一层公屋 低收入的人 香港还有百多万低收入的人 是 你说你保证他三年左右 等三年就可以有个公屋单位 这个 不是送给他的 因为他真的得几千元入息的那些 是 才可以 是 是 其实这个是 福利好 怎样都好 你那个是别人要的 民生 那这里不能变 那如下哪有变 如下 你说那些楼价 为什么这么升呢 其实是莫名其妙的 一致看好 楼价真的莫名其妙 现在你听那些 港股佬佬 每天都说 通胀了 最近已经跌到2% 1% 已经低过负利率 就是低过银行借钱给你 供楼 所以就说 那些人借钱就好 那就是保值 就去买楼 那样 好像都未觉 那些楼 那些楼再升 是吧 不是 其实如果 其实我把楼宇的市场分开 以大单位 就是过万一斤 那些 那些就升得很快 那些就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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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元最少是一万多二万元 赤成一千万 那一千万 一千万 那跟一般人其实没关系 那一般打工仔 那是那一半的 譬如中下楼 要是400 几百 fest 例如你那一 clinic 一梯两伙五百 TONG 而且现在你只脱离 три毫 若你只脱离双 就会放起 update 紧紧可,生活不是很质素 你看电视就不用用武器,伸张手就可以了 但是这些房子近一年,供应我不知道,但价格真的上升了 例如两三年前,有二百多万,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地点 二百多万,即是两千多元尺 三年前,但现在不行,可以选择,至少超过三百万 三百五十万 即是三千元尺 即是普通人要五千元尺,最少最少 但是现在的息低,还能供应到 很勉强地供应到 首期通常都会问人借回来 假设有了首期,其实是供应不到 即是普通人因为息低 其实我们说的息低,是一两个%,三个%低 但我们说是贵多一百万二百万 即是完全是… 不要忘记你供,是先供息,后供本金 即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息低,根本完全是跟楼价来说 根本完全是不成比例 我给你便宜的% 但你贵的一倍,贵的两百万三百万 不用了,加你一百万,吃你也很惨 是的,我觉得这个游戏真是… 租屋的差价是大不大呢? 其实你公屋是比租屋贵的 因为你等于借了银行三百万,然后给息 一开始你已经给息 那两百三百万,你放在银行已经有普通的息 一开始就要一百万两万元 三百万两万元式那一分钟 一百万五,五厘又一百万 一百万五元租屋贵的很漂亮 不会是租五百尺楼的 即是那区不好的来说 其实你是吃虧的 但问题是香港人… 你博的楼价格上升 长远算 这个已经代代相传 买楼是可以保值的 我们已经有个DNA落日在这里 第一件事是买楼 要有瓦尖头 然后有楼换楼 小楼变中楼 中楼变大楼,大楼变豪宅 身份象征也是 而且不是身份象征 而是其中一个 将你的钱积蓄是存的方法 for saving 逼你存钱 你看他有些说法 慢慢地在香港 好像以前日本曾经试过 老爸买楼子 要继续供 三代 三代 三代的mortgage 我始终觉得 背后整件事 是一个不是自然的法子 不是因为人口的需要膨胀 这个全部是人为 很早贊成自由市场 但我可以告诉你 留意这个一定不是自由市场 无论是供、求 都是人为的因素 因为我们有一个政府 在全世界最大的地主 知不知道你们的地不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走过 crown land 制度 有年期的 因为你从来都买不到 但是心理的人是以为是自己的 在国内也是 现在地产很旺 但是国内的法例更加清楚 说明 在宪法写下 土地是不卖的 是人民的 土地物 他只说 土地的市有权 即是在上高建了层楼 你有权用的物业 那个市用权 国内都是50年 物业的年期 只有50年 那这个情况 是否普遍 很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英国可以买团的 世世代代代 美国也是 都应该是 买了就是你的 但是一般人的意念 50年后的事 你当不是事 你当是 事实上到时很自然 到时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你将来声明之后 他都安排了土地 97年后 那些全部都收回了 政府变成了公家楼 不行 其实他现在是補一些钱 補一些钱 補一些钱 你继续用下去 其实变相都是你的 有这个东西 你想想 如果全人类 本来都是有物业的 突然间全部是政府的 你们港市价交租 那样 作反也似 所以变回来 买了你们 真的好像是给了你 是的 你见到重建 反而是比较大一点 比较好一点 吸引你拆 这个是一个信心问题 政府一定要解决 那个地方给了你 起码未来的一百几十年 整个哲学是不会变的 不会有大的改变 的确是某个意义上 你买房子 把价值存起来 甚至是抗通胀 它是一定的道理 你是经济学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整件事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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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结果 那些人就是一世 好像为地主打工 是吧 当然 这个制度是这样的 设计之下 你没有选择 如果你不玩这个游戏 你更坏 但是你玩得这个游戏 最终最终 我觉得 始终你看香港现在的情况 很多人最终最终都是不行的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Wish Dad Smart Kid》 其实它写了好几本 其中它有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美国的数据 美国的Health Education Welfare 在2002年 在美国人 100个美国人里面 在65岁 达到65岁里面 100个美国人 只有一个是富裕的 即是Wish的 而有4个是OK的 还有5个是继续工作的 还有65岁 还要退休了吗 是的 退了5年 还需要65岁 还需要继续工作的 而还有就是56个人 是要某个程度上靠政府的 而36个人 只剩36个人 就已经死了 我经常想一下 因为美国全世界 是很富庶的国家 在这个制度之下 最终最终的人 都是不行的 我经常觉得 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为什么我们要为 一个人类必须的 住屋的事情 我都要好像被人当奴隶 奴役 做他30年 供他20年 现在有说 45年 好像曾经日本试过这样 但你说 日本用东京做例子 但其实日本人 也不需要住东京 东京近郊的 那些屋都是住屋的 你也有能力 住一些舒舒服服的 香港来说 香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香港来说 香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去住村屋 七八尺去丁屋 去住村屋 所谓地方大一点 但我觉得是很可悲 很可悲的事情 去年我去日本 東京的地方 有 比教授来说 日本是多很多人 躺在街上 他们没有屋住 是躺在街上 政府如何 打理他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这样 国民这么多人 躺在街上 其实是很售价 如果是日本政府 是可以的 他一定不会 容许这么多人 躺在街上 有些懒題 他做不到 加拿大有没有人躺在街上 加拿大有 但他们 多数是因为吸毒 他不想住 政府给那些地方 因为他吸毒 他躺在街上 除了他什么时候吸毒 他们自愿躺在街上 如果不是什么时候 一定有地方居住 伦敦也有很多人躺在街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以前 我七十年代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没有人躺在街上 现在反正多了很多 如果说富鼠 七十年代 他们刚刚经济起飞 那时候 每个人都有居住 也有工作 反正经济发达之后 房地产突然 做得这么交关的时候 政府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做好 那时候 我的指导教授 就是住在东京 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他的屋是很大的 他们吃饭 觉得很漂亮 最近我听到 一个同学说 他现在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屋 就卖了给了developer 欠了政府很多税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屋 捐了出来给政府 不用交税 那他自己怎样呢 我就不知道 他还未死 本来很老 本来是很有钱的 他的屋买出去 是很有钱的 我相信 双对来说 是窮了很多 我相信 突然间 屋隔壮得这么厉害 突然间一flop的时候 政府都搞不定 他都不知道怎么好 他都没有办法 很多人要睡街 他都不想 如果突然间 大幅家差在十倍八倍 我都送了一间屋给政府 算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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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他都不想 如果日本政府这么顾面 那些游客看到 那些舖子在前面 大个字写明 你千万不要在舖子里睡 那样 他就睡在前面 哈哈哈 哈哈 怎么样呢 你赶快他这么多 你怎样赶快呢 不然赶快呢 日本这个情况 我也有遇过 我有一个表哥 他在日本的银座 擁有很贵的物件 差不多过亿那些 但是他有一次 他说 他在数据上是很正的,但他说他不能卖 他说你一卖了,他的利得税是高到他没浪费钱的 我当时听了,我都呆了 你是拥有,但你是没办法套现的 因为他可能初中很多,他很小过买了 现在一买,他可能很多年钱买的时候 他这样计算的,你现在赚了这么多钱 你卖了之后,就等于没了 当时那种混帐,你给了一亿,你卖了之后,要九千万就给了政府 那你卖了一千万,那你买好不卖好 就是说有低于无的,好像曾经初所确定的情况 我相信这是经济的发展,他说他是无形之手 但他发展到那个时候,都没办法控制政府 那你卖了一千万,那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另一样东西出来 那你卖了一千万就搞不消 一定可以控制到,不必担心政府是最大的地主 他绝对有权控制土地的供应 那如果是这么简单,董建华不会 那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民主社会,你建一家给他,那我又怎样 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啊,你说是不可以令人homeless,任何现代社会,民主社会必然要 他不想的,他都不想的 不想就解决他了 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那么多homeless 他是不需要的了,大把地方给他住的 他是不住的,他不住在那里 那不是政府的错,是社会的问题 都很难,因为你可以控制毒品 因为就是,伦敦有很多人在街上 那些人是不去住政府提供的公屋 这就是同一个理由 香港要等三年 你都要等三年,再申请,然后等三年还要你申请 我听人说,在伦敦英国都是,整个英国都是 如果你说,我homeless,没有屋住,今天去找政府,他要立即安排屋给你住 立即 如果安排不到,去找最差的酒店,一星级,让你先住,他帮你付钱 因为他不可以令你在街上睡的 这是他的责任,民主社会 其实是minimum要的,即是立即安排屋的地方给你 都有人睡街 你说解决住 他就是喜欢睡街 其实那个情况就是,住屋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不过有些人是喜欢不喜欢 生活方式关系 生活方式而已 那些稀皮士,他们是不喜欢 自由 其实香港是不是还有住屋问题 我有个问题 你知道香港现在多少人是一间屋 现在以屋的数目 人口 除不下去 一个单位三点多 不是啦,很多年前 不够两个人 不够两个人,只有一点多 一点八的 即是两个人就有一间屋 大好小的公屋 私有豪宅甲 总之以单位来计 现在不够两个人有一间屋 所以根本是香港有没有住屋的问题 根本是没有的 也不是很多人分界 我就是在尖沙 香港没有人分界 很少的 我在尖沙也见过有几个人 那你几个人就真的没有了 他只是休息 不是不是不是 他见到他拿着那些被子 基本上不是一个住屋 我就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分界 是一个个别的情况 如果这样的数据 可能有些人拥有多过一间屋 很多人拥有多过一间屋 也有些人不要 只是租屋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说以一个城市里面 平均两个人有一间屋 有一个单位 有一个博物 那需求已经没有什么需求的问题了 不是有一个大问题的了 那为什么房屋可以这么贵呢 我整天都觉得 为什么完全跟实际的 所谓的供求方面 好像是真的没关系 因为房屋除了它作为房屋的功能 其实是一个商品的功能 它是保值的 你可以拿屋楼去按 我的厂厂想借钱 我可以拿屋楼去借钱 但是你拿屋楼 你要交差项 你要交管理费 交保管费 不是一个 我认识过 有些人有些很差的商业楼域 脱得脱不切的 脱不了的 如果我们刚才看过实际的数据 根本香港不是有那么强的需要楼域 你投资的东西是没有人需要的 那为什么会那么值钱呢 原因是什么呢 背后是什么 推动这个东西呢 就是刚才的数据 例如你05年06年只有13000 15000个单位 07年是20,000 就是新落成 这个数字 其实大家心里可以猜一下 刚刚就是 所谓刚刚毕业几年 开始要结婚 是楼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会的嘛 那些人有个需要嘛 那是一万两万人 一万两万人 一万两万人 就是需求一年 分开了 如果你说经济大衰退 那就先回家住住 先不要买楼 就是这个弹性 究竟有什么因素 令到我们的楼价 继续升呢 是的 OK 我们休息 数分钟下 大家都帮我想想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打电话来 和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134-1134 或者ICQ 439-457-249 OK 数分钟之后 大家再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hing.com.h 我们继续讲一下 其实很多人关注 影响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房屋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起步点 都说 有议员提议 香港政府应该重建居屋 因为表面的资料就是 我们近年房屋的储备越来越少 建屋又有很多人的新低 而且现在的屋又贵得这么厉害 很明显很多人根本是 没办法买不起的 要靠政府再来 这个就是最近外面 上个月左右 开始有谈论这件事 我们再跟随一下 我们刚才都再看看那个数据 其实那个政府的数据显示 现在香港有二十多万的住户 当你有七百万人口 二百多万的住户 七百万人口 但平均是三户 一户人有三户 或是私人那里2.2户 我由这个数字 我们想给大家了解 其实香港不是说房屋短缺 但是既然不是房屋短缺 为什么房屋会这么贵呢 背后是什么会煽动 我们的房屋会这么贵呢 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我经常觉得香港有 我们叫做二 tier system 两个层面 如果一般香港的平均收入 根本不可能在香港居住 政府又要照顾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我们也需要人工比较低的人 帮忙做事 否则香港是根本不能跟任何国家竞争 如果我们的香港人 每人都要赚几万元才能生活 人工平均要这么高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所以政府有这种很怪的 他又任你去做一些炒楼活动 在房地产里去炒卖赚钱 但是我也要照顾 香港大部分的人工是做不到 那你又不可以令到香港人工 然后上仗到是跟世界出生鬼 那走出这样的策略 两个层面 香港医疗也很怪的 有私人陈尼 任你玩 香港私人医生是全世界最贵的 和美国看齐的 但是也有公营的医院 照顾一些真的在这个游戏 根本是不可能生存的 那香港主要是看到这个现象的 我们需要一班人 你要他们有得住 可以生活在香港 那我们香港才有一些工人 或者劳动的人 的人工是我们香港的 商业的市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那你可以看到的 那两个很怪的 政府不是特意做出来的 是什么情况之后制度出来的 那我刚才看过数据 根本香港的房屋是不少 是足够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屋价 由高低低高低低 谁吹动它 谁在背后搞鬼 地产商 很简单 地入得贵 那些房子也要卖得贵 很简单 但是这个好像经济泡沫 高地价 它吹到一个程度 就是突然间爆 根本大家突然间发觉 原来不支持到的 那就倒下来 我认为你等着另一次 030-030-030 那时候会倒下来 有炒卖 肯定是有高又低 低那时候就不行 肯定会有这种情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困境 你曾经说 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钱 买房子 投资 不是 保值 不要投资 不要赚钱 保值 要不然 新手术赚钱都会没有 但我刚才说的数据 是美国的数据 美国在很多情况之下 都可以说 比香港更富裕 但你看看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美国人 赢了八个人里面 真是有一个人 最终是有钱 有百分之五十六个人 还要靠政府 这个问题很严重 香港是很多人有钱 不过生活质素很差 很多百万富翁 不过百万富翁 不过百万富翁 连房子都没有 有房子更惨 作为一个香港人 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我知道背后 是那些死人地产商的阴谋 不要玩 你死了 你不玩 你就怕待会 到后也太厉害了 他不玩 我们试试过 有几年他们不玩 那些房子就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那次 沙士那次 大家都很惨 说回沙士 沙士是一个 所谓叫瘟疫 一种传染病 和人口没有缺 不是很多香港人死了 所以楼空了 那为什么楼价会这样跌呢 你想想想 跟我们人住屋的需求 完全是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整个自由市场 根本是背后 真正正正自由市场 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根本是一个虚假的局面 根本我们整个经济的制度 根本是有人设计出来 令到我们是奴役奴役 令到死 都是什么都没得过吉 我们想动魄 到底谁来到露营我们呢 背后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的呢 你动息后又怎样呢 我们知道了 政府交了地产商 政府是靠卖地去找大主要的政费 那么多年来都要 都是这样 如果地价大跌 基本上它有很大问题 就加我们税 所以它又不想了 香港人又不想加税 它唯有继续将这个泡沫吹来 很多时候经济泡沫 就是因为你吹大了 你不能收回它 好了 但最后就是这样 大家都开始知道有一个泡沫 大家都想到 这是不合理的现象 那这个泡沫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吹出来的 他用什么方法吹出来的 泡沫是羊群的心理罪 始终你也有个人吹这些东西 引羊群去走的嘛 因为你把泡沫在那里 那时候那只奴隶就会跟着它走的 如果你是那些一万多千入息的 那一想都不会想 买楼吧 不是哦 那现在有一万多千 又找了个女朋友 尽量加起来 就是居屋 如果有居屋 一万多千加一万多千 即是三万 三万 小一万两个省 有两万 是买楼的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 你开始说不买 但到你开始有些钱 入息稍为好些 很奇怪 个个都会不买楼 我发觉香港人是这样的 那就是很明显 你那个通货膨胀 都知道你不买是不行的 是吧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虽然表达是说楼宇 其实我想带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楼宇的 我曾经给了个数据给你们看 整个全世界 这么多人 在这所谓文明国 在这个制度之下 最终最终就是德国家 那我们有个 有个电话 是吧 喂 是 恭喜发财阿金 阿金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不是 这么寂寞 这么寂寞 做得辛苦不辛苦 没听见你的声音 那没办法 要赚钱买楼 你不是有的吗 你以前做过什么 做过大宅鞋 你说过给我 那种苦望 当然 负资产不见二百万 是 哇 现在回家乡了 是吧 是这样的 脱了吗 以前忍痛脱了手 是吧 其实我 喂 刚才 刚才黄岸言兴讲 是对的 有时候 你不要以为有楼一定会好 是 那十年 就是 就领教过 有层楼很惨的 嗯 是啊 即是你要供的 是不是 是 还有很多支出的 你利息的支出的 那其实你说这牌 楼价飙升 那就有外围因素 是不是 那你港元和美元挂了欧 是不是 周围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升值 那香港不行 美元不停贬值 那些人就将所有的钱 即是你一付利率 那些人就将所有的钱 还有外来那些 尤其是大陆的资金 不停下来掃货 那无论中令到那些楼价不停升 那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好事来的 那你便 你便炒贵一点 正如王卿那样 爆了煲之后 便去收平货 如果有钱的话 那最后最后 那最后最后 没第二次机会 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那没有那些又怎样 没有那些有政府照顾 刚才你也有说 没有那些 你可以申请公屋 是 明白吗 你不需要睡街 是的 是这样的 即是你只要说 我没有屋住 那去社会福利处 大把社工和你搞 明白吗 是 也都不会说 没有屋住 那反而我觉得 你半天吊那些就头痕了 哪一些呢 半天吊 你又没有资格申请居屋那些 嗯 你过了二万六 现在是不是二万六 差不多了 两个人家庭 是的 一个家庭计二万六 那你过了 那些你一定要在私人市场 那些就 如果 就比较辛苦了 即是 如果你稍为住得好些 都在说一万多两万元的了 一层楼 就是租金 是的 那也不行 如果二万六 二万元加到 八百尺的地方 二万元 我知道有人 真的二万元租一个 八百尺的地方 八百尺二万元 现在租不了 看看你租哪里 如果你港澳区 都会混水 都不行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你是不是觉得 你为了我 有瓦遮头 已经在做奴隶 即是 如果 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是 刚才 李荣康卿 又是说得对的 即是他有投资成分 如果你政府主动出手去压制楼价 有楼那些人不肯过你的了 你明白 是 你不要整垃楼价 政府 这样 又是难做的 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我看到了 很多的困境 但我刚才我给那个 美国的HEW 那个 数据 即是 在美国的 自由市场之下 最终 最终 到你六十五岁的人 能够自己 富裕地 自吸自足的 只有五个人 只有五个人 还有五个人 还要继续熬 熬到死的人 大部分人 都要靠政府 这个问题 很严重 那政府是什么 什么 用未来前 政府 很多这些 房地产 衍生工具 债务 全部都是用未来前 背后的 我们的经济结构 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即是我们无论 如何辛苦 做事 勤勤勤勤做事 最终 最终我们都是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你看回数据 是看到这些 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要去说 各个人 都有一层 很好的房子 应该 是不是很机会 这样说 可以这样 政府可以做到 但是 经济又好像 会死水一潭 那样 你看到整个结构的问题 那些制度 会做到 你是 全部 左右为难 我觉得 政府 是不是有软件 和肯不肯下决心去做 我个人 其实我很欣赏董建华 一样东西 就是推楼木楼市 白眼 我真的很欣赏他 因为 我也是受害者 但我真的很欣赏他 因为我最高的时候 买的 但我没有问题 一切人一次 但是以后 你经常写好些人 普遍都可以 即是新加坡政府 80% 而人家 他又可以买了 80%多元 买了 人家不用高地价政策 人家都可以做得好好的 高地价政策 是唯一唯一条可行之路 台湾也是 台湾也不需要高地价政策 那为什么香港是唯一条路 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这件事 就是你打破了之后 就可以了 到时你可能是加税 我们可能不是现在 十几个% 一加一加三成四成 但问题到时 买楼和住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用一两成的人工就可以 舒舒服服有单位住 还有三四成自己洗 可能生活得很愉快 所以现在香港去到的经济都很两极化 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 可以通过这些工具 很有钱 是呀 找不到吃的 又会真是去到很难找吃 即香港那些去到的 不如我问你一个实际问题 欣兄 问你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怎样面对这件事 即所谓自处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每个人追高楼格 简单单单你做一个香港人 普通的来说 你不想跟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会这样说 这些是机会来的 我经常在敲锦他 是大机会 那是这样的 没办法 你要玩这个游戏 你要知道他的运作 但你 不是都教训了 输过了 但你机会有可能引起你过产 即是以我自己来说 我会这样做 为 Sand哥 看现在还有机会了 一万一万一万公块一员的楼 要扫 הק 千几万-千几万一千万一万一万万一万一千万一万万一万万一万jan 而我们大部份人觉得是望尘莫及的,这是什么现象呢? 总之如果你认为找不到,政府也有公屋制度, 例如一个四人家庭,一万六千多,你可以申请, 但你不能要求在市区,在香港岛,或者九龙, 我一开始就讲,以香港人的经济收入, 而我们要屈居一个这样的恶劣的居住环境, 为何会这样? 我只想探索这个问题,为何投票不需要? 不,它是这样的,如果那些房子很便宜, 你的收入又没有那么高,又要降到很低了。 但你的收入是买不到你需要的东西的, 用什么用呢? 你是有几万元,但你的房子是一万元一尺, 你住不起的,实际上你是没有这样的, 你享受不了的,你的银码多了, 但别人的其他银码是远远多过你, 而最终最终香港是有一百万人, 一半人是要靠政府的, 而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多的, 即是我在一个自由市场发展下去, 而我发现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人要靠政府的, 那我要想一下,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因为政府是在哪里? 都是我们的税收那里, 所以为何会因这个现象出现?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 我们越来越多人要靠政府的,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美国的数据, 我们所谓更加自由市场, 真的正值一百万人里面, 能够自己搞定自己只有五个人, 到六十五岁, 五十六个percent还是要靠政府的, 因为这个不是自由市场, 很明显, 我想香港人了解, 没有梦想以为香港是什么自由市场, 我只可以这样说, 即作为一个政府, 如果你一干预, 有楼那班又不肯过你, 即是他只可以这样做, 总之他订了一个收入, 你就申请公屋, 或者二万六的, 你就申请居屋, 过了的, 你就自己想办, 其实最惨是过了那班的, 过了那班的, 是在收入那些, 即是租金上升得很厉害, 说的是三成四成这样上升, 很厉害的, 即是那班就比较可厉害。 这个现象, 大家也看到了, 你也指出了, 政府也是没办法做的, 我也想再探讨深入一点,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是不是一个政府可以处理得到呢? 我们这个整个金融的制度, 我们整个经济的制度,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其实你曾经指出了, 这个问题不是政府的层面可以解决得到, 这个层面还更加深入的,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看入一点呢? 问题是哪里开始呢? 那当然啦, 譬如这些利率制度, 如果你想那些楼价跌, 就很容易, 你令到利率升, 就没人敢买房子了。 是啊是啊, 那问题就是这样, 你怎样做你都很坏的, 我现在想说出一件事, 再深入一点, 为何有这样的利率制度搞到你? 不过正如我经常跟doctor说, 大家都经验过, 反而经济衰退, 经济没那么好时, 就是享受世界的时间, 你觉不觉? 是啊, 你看看现在, 我们已经预测了, 你看看现在, 你到处看, 有几多的店银质。 一说经济好, 那, 就是本来, 过年, 弟弟我都要开工, 那都想去玩一下, 问一下的士尼, 问一下的士尼, 去一下的士尼住一晚, 连入场券我计过了, 连入场券一晚房, 连食五千元, 是很多的, 是啊, 还好像不休做, 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我经常在这里说, 最怀念沙子时, 是谈世界最好的时间, 明天又好像沙子, 沙子好像又想回来, 有几个禽鳥死了, 这两天, 这两天, 但我们没理由要求, 董经骂, 继任, 当都真的, 是这样的, 是啊, 所以, 楼市那里, 我觉得, 暂在, 如果你住在公屋或居屋, 都不会太大影响, 是这样的, 是好, 接着这么多, 大家再讨论一下, 好, 好的, 好, 都没解决到问题, 医生, 哈哈, 有什么高见, 你都看到了, 是吧, 其实, 我以前都说过, 为何会, 穷的就越穷, 有钱就越有钱, 其实, 很简单的, 其实, 本质背后是离息, 有钱就越穷, 如果你一个穷的人, 只能够, 就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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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储蓄去投资, 而有钱的人, 就是有钱就有钱, 我经常说, 为何有钱就有钱, 有利息这回事, 其实, 贫富如船, 穷人越穷, 有钱越勇, 其实背后能够导致这个发生, 就是一个利息的制度, 你看看, 所有宗教, 无论你是天主教, 基督教, 或者是回教, 都认为利息是一个罪恶, 当然, 你这样说, 哇, 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借钱给人, 如果没有利息? 我现在所说过的层面, 我希望是, 你要另一个层面去感受, 你才可以感觉到, 我现在在说什么, 就是整个地球, 其实是在行这个问题, 我最近, 新年度, 陪我妈妈, 爹妈妈, 我就拿着母书去看, 母书去留了一段时间, 就叫做货币战争, 其实, 这个资料, 我很久以前已经看过, 其实, 网上有的, 我们整个地球, 整个经济的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整个货币的基础在哪里, 我们的货币已经缺离了金和银, 做单位的货币, 我们现在的整个货币, 是一个借贷制造出来的货币, 我们整个地球的经济, 就是这样来推动的, 那本书是很详细, 讲完, 我们的货币经济, 全世界的货币经济, 已经超越了, 金本位和银, 即是, 无论多少, 都不能够一对一对回货币, 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所谓货币流量, 是由债务推动的, 我们很多衍生的工具, 其实是隐瞞了我们的风货膨胀, 应该出来的, 那就是说, 你真的看深一点, 背后, 其实整个基础, 是我们的货币制度导致的, 好了, 这个是否香港人做了呢? 是否香港的政府做到呢? 是否中国的政府做到呢? 是否中国的政府做到呢? 中国政府还有机会, 因为中国政府的金融制度, 还未开发给世界那些, 那些所谓的那些, 那些什么, 即是还未自由兑换呢? 没错了, 始终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东西, 没错了, 日本就经历了这件事, 日本的经济就是这样被人整垮, 因为整个经济的结构, 就是用债务推动的建制, 但是根本是空的, 虚的, 玩出来的嘛, 好了, 如果我一了解这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就解释完了。 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去讲空的虚, 叫做愚測。 很愚測。 再简单一点, 我能够有制造银子的能力, 其实我已经控制了全世界的政府, 我用那个银子的供应, 来制造, 然后通货膨胀, 制造所谓繁荣的经济, 我用我收银子的供应, 借贷方面, 利息方面, 一收你, 你的经济就崩溃, 接着他就国和清, 其实整个件事,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追寻, 你会看到, 贫富如全, 最后的根源, 是我们的货币制度, 基础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房屋那些, 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其实我都想用美金, 不过人家用美国佬的枪指着, 我要用美金, 没错了, 所以政府香港, 原来中国的政府, 有很多美元的国债在, 死就一起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设计, 那个人真的很厉害, 你真的, 你弹动不得, 要你生就要你失, 要你死就死, 全世界都是陷入这样的圈套, 幸好中国还有部份是计划经济的, 没错了, 幸好是这样的, 照医生你说的, 其实都发人心醒的地方就是, 计划经济是不是这么差, 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 如果你是有规划的, 我就当然不准这些事发生, 因为背后不是自由经济, 最大的问题, 就是会经常有一种假象, 不理他就是自由经济, 不理他才是, 不是自由经济, 因为你不理他的时候, 那些有钱的人就会利用制度, 一路吹那波, 越吹越大, 他在过程里面掠水, 他预计到爆, 他就买呀买之间去骗你,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们绝对不是反对自由经济, 但问题是, 我们根本从来没有自由经济, 如果我们醒了这顶, 我们就可以了解很多基本的人类的问题, 我们医疗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我们在今次今日, 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贫富渔船的问题, 最后的根源在哪里, 是我们整个金融制度, 货币制度,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OK, 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再继续。